在煮粥或者是做甜点的时候呢 都会放一点葡萄干 但市面上呀 经常会买到假的葡萄干 尤其是一些商家 为了颜色好看 用硫黄来熏制 长期吃呢 会危害咱们的身体健康 那今天呢 我正好也买了一点葡萄干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来挑选优质葡萄干的 下个招吧 1.颜色 葡萄干的颜色呢 主要是由葡萄的品种决定的 主要有红色 黑色 绿色和黄色 那我今天呢 只买到了绿色和黑色的 那像这种散热的葡萄干呀 颜色呢 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如果发现颜色一样 那就千万不要买了 而且其实呀 不同颜色的葡萄干 功能呢 也是不一样的 绿色葡萄干中的 无核白含量最高 适合低血糖和贫选的人吃 那红色葡萄干呢 具有苦血和延缓衰老的作用 气血不足的女孩子可以多吃 那黑色的葡萄干呢 可以防止动漫硬化 降低胆固醇 适合中两家朋友 二 干燥性 这葡萄干呀 是由葡萄量杀而成的 含水量呢 比较少 如果我们发现葡萄干比较黏 抓一把之后 放开不容易撒开 则是含水量太高 很可能是烧饭倒鬼了 就不要勾摆啦 三 口感 咱们在哪个高高的时候呀 最好品尝一下